这次节目当中的采访的 The Gromit的两个创始人 Jules和Joanna 可能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当中的 采访的最年长的两个创始人 虽然可能他们乍看起来 不像那些年轻的创始人 那么具有憧憬有活力 但是跟他们的交谈当中 你会感觉到 他们有一种非常强韧的韧景 他们两个都是妈妈 也经历过很多的事事 从刚才的节目当中 也看到他们的创业过程 应该说是非常的艰难 可能摆在任何一个年轻的创业者身上 可能走到一半就已经放弃了 但他们一直坚持 坚持到最后 慢慢看见曙光 并且能获得胜利 而甚至他们这种坚忍的气质 也融入到企业的精神当中 并且感染到了 他的每一个的员工的身上 和Jules的这一次采访的算是做第一季节目当中 我觉得就让我感动的 谈到他的创业故事的时候 有几次呢 我都觉得自己快哭了 一个是因为呢 他们创业的故事确实非常的艰难 而且觉得他们确实走过了很多不平凡的路 另外呢就是Jules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 面对那镜头 他毫不掩饰 也不会像有一些这个女性创业者 可能非常在乎自己的外貌 他非常坦白的把自己内心的很多的想法 自己的很多的回忆呢 和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呢 进行分享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嘛 所以他说到的一些故事 让我既感到激励 同时呢 也很有共鸣 所以不知不觉呢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可能我更多的自己的一些呢 情绪也被带入进去了 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了 走到The Gromit的办公室呢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温暖 他们把办公室呢 装修的像一个北欧的风情小屋 各种栅栏 各种办公区间 都是用木头相隔的 而且有很多呢 非常设计精美的装饰品 他们也有专门的媒体 去拍摄各种各样的东西 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设计感和新鲜感 另外一个温暖的地方 就在于那两个创始人 刚才也说到了 身上呢 都有很强韧的女性的这种魅力 而且呢 又是妈妈 比我也年长一些 所以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有很强的一种亲和力和关怀感 所以让你在跟他们的交流的过程当中 就不知不觉地融入到 他们那种温暖的企业文化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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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